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的进步与变化 今年的城市博览会 以六大主题 包含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 打开台北 共荣社会 创新创业 智慧城市 呈现台北面临挑战 转型成长的成果 以及破坏未来愿景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有很多人在这里 增长 工作 甚至梦想 台北也设施超过一百年 它也将变成一个民主自由 多元开放共荣的城市 台北历史悠久 但是活力旺盛 更重要的 台北的未来有无限的希望 与可能 The future is now 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要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这个城市还是要继续前进 因此需要集结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需要更多的公私協力 所以我们把我们过去做的 呈现在这里 更重要的 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倡议 不管是TOD DOD 環状线 我们要希望台北市民可以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 台北应该继续往哪里前进 我们希望台北市民来这里看过以后 了解我们的历史 现在 然后去增强 我们的市民朋友对台北未来的认同感和关欢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分成六区 如果你要看台北的永续发展 你就来看U-Bike 还有我们在工屋品质的改善 目前台北市的PM2.5 跟花工差不多了 是六都里面最低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台北是一个工商城市 要看共同社会的实践 那就去看社会处产 去看共同市邮局 去看我们的公园 要看城市的再生 那我们有东区门戶计划 西区门戶计划 市场改建 要看智慧城市 那就要去看我们的大数据中间 Data森林 如何用图像化 视觉化 来补助市政的决策 那要看创新创业 就要看我们如何活用 私有财产 以财政来支援建设 要看创新创业 那更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 看到台北市如何把新创产业 当作产业的重点 如何去发展 总之 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打开台北 这座城市的光荣 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 特别在历任市长 集合全体市民的努力 得来的成果 本来今天吴伯雄市长要来 在吴伯雄市长的年代 我们的台北车站开工 然后开始规划捷运 开始动工 黄大座市长是一个执行力有强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圆圆城市的爱好者 所以有大恩贞与同学 也因为他的魄力 我们的基隆和结婚取合 还有中华商场的裁券 陈队北市长 让台北车开始正式演练 而且他把虚空手的未来 下降 让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重新塑造 马云九市长 让大家在我们十二个行政区 都建构了运动中心 带领我们台北市民的运动风潮 好龙斌市长引入了U-bike 那现在U-bike已经到2.0 这是我们城市的象征 也是可以拿到国际上去炫耀 还有1999也是好龙斌市长带进来 种种都是我们台北市民的骄傲 也为台北的移居永续打下良好技术 再次感谢大家对台北市的付出 我想这次的这个展览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非常大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所面对的是 二十一世纪 我们发现城市的价值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整个全世界里面 都对于城市治理这件事情 都有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性 跟前瞻性的一个概念 都必须要面对于环境 面对于社会 让我们这个城市 有机会能够永续的持续向前 所以作为我们这次的展览 我们非常非常忠实 希望能够借由台北市 来阐述 我们这个城市治理里面的 以人为本 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平权 还有共荣 这个价值跟做法 我觉得这是 这次车展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 我们也希望 这次的城市展 能够让台北创造一个多元丰富 而且具有创新的进步城市 我们也更希望能够借由 各种不同的多领域的跨域的关系 作为一个叫做沟通 对话跟合作的机制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展览而已 而且我们来共同面对 我们现在的气候变迁 还有很多现在极端 气候极端 经济 社会公平的各种不同的专业课题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 希望能够真正面对市民 来跟市民共同讨论一个真正属于移居 智慧永续 包括共荣的台北市的愿景 那刚刚市长有跟各位提到一个蛮重要的 是我们这次2022的台北城市博览会 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 The future is now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展览 我想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市政的成果展 绝对不是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对话的进行式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展览能够让市民跟 整个台北市的城市治理有一个共同的对话 而且继续往前走 所以它绝对是一个进行式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 由民间 由民众 由市民 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台北市的价值 那正因为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进行式 我们在称为叫做台北 The future is now 这个概念 我们希望藉由这次的城市的展览 能够用各种不同的多元 我们在的国民的角度 来重新面对我们这个城市所要面对的课题 包括刚刚市长特别提到的 我们这六个展区 我们在这六个展区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从环境概念开始 我们再继续往城市的翻转 刚刚市长提到的TOD EOD 如何翻转整个城市 紧接着从文化 来打开我们自己的台北市的所有的围墙 變成一個共融社會 再過來我們希望能夠藉由社會住宅 來騰到所有共融社會應該要有的生活 包括創業 包括我們的財務 最後一個蠻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這次藉由思緒的整合 讓所謂的大數據中心 台北通 還包括很多的智慧城市的數據 帶動我們的未來 能夠走向更好的城市抉擇的治理 我想台北市是一個非常非常進步 而且持續發展的城市 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叫做 跨世代 跨文化 跨領域 甚至於跨環境的未來 那我們希望這不僅是台北人 非常重要的希望 我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溝通 能夠建構台灣我們自己的未來 展區有台北雨水光雕圖 就像水資源版的清明上河圖一樣吸睛 還有大型地景模型 演繹城市的交通 門戶計畫等過程 還有族群友善全靈運動的議題 探討城市溫度和移居程度 小朋友也可以透過丟球了解城市政策 然後我們藉由這種數值跟還債之間的關係 來瞭解我們的資產國化 我們的財政的新的聰明的經濟學 這個聰明的經濟學 現在這個區域在資學市營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了解 這個聰明的經濟學是叫做打倒政務大魔王 現在這個還債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這些所有的還債打掉之後 它就開始會積分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叫做減債成果 那這個減債成果就是要拉起 我們真正的財務體質的大改變 我們是從翡翠水庫開始 翡翠水庫怎麼做 三個坡的智慧處理水質管理 一直到我們如果處理水質 在控制它的整個下坡坡的一個概念 然後開始做水族保持監控 那用這個非常簡單的方式了解 台北市跟水水庫非常重要的關係 緊接著我們就會往下一起走 就會走到如何從上邊坡一直下來到礁區 如何用很多的調味池 自由池來留下所有的水源 直接從下面坡的底山 開始就進到城市裡面 那城市裡面更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在城市裡面 藉由各種不同的水系統 來讓我們的透水的坡面 來讓我們的公園成為一個條件石 台北城市博覽會縮小台北市的日常 用精緻活潑的手法呈現台北城市的進步軌跡 參觀者可以用30到60分鐘 探索台北的新宇宙快與慢 市民的新生與生活樣貌 場外也會結合農民市場 風味市集 藝文表演活動等 歡迎民眾來感受城市風情 記者翁軍 台北報導